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付票炮子 等一下带大家去转一下上海这边临时路的新开业的一个鬼市 人还是蛮多的 带大家去看一下 现在大约是8点多钟 这边这个鬼市还刚有人过来摆 还没有正式开始 我先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过一会转一圈 再回来看他们摆的差不多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样 现在的话还是刚刚开始出摊 陆陆续续只来了三四个摊主 现在这边都可以摆了 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上海本地 爷爷或者奶奶啊 他们摆的东西的话 都非常有特点 那那些东西有的东西不好卖了 真的啊 你还不帮我 我听到他们什么东西 他们都卖了 那我们先去前面洗个脚 等一下下回来再看一下他们把货摆上来之后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都是一些陶瓷器啊 反正这个东西的话 现在近代仿造的特别多啊 所以这个年代是很难去判断的 没有一定经验的话是搞不了的 现在看到啊 他们已经摆的差不多了 这边一条路已经满满当当都是了 我们从这边就是说 从新村路的方向往护台路的方向走啊 啊 这边看到有一个美女在这里买东西啊 啊 他希望那个摊主能够加他的微信 然后适当的便宜一点 差不多就这样 他卖东西的话是一些小薯饼 还小的加入品 还一些手机类的一些副产品啊 比较的就是说啊 现代化一点 没有什么就是说值得看的啊 都是网上淘宝货啊 就直接过了 咱们去下一个摊位看一下 来到下一个摊位啊 正好有一位小伙儿在跟这个摊主砍价啊 我们耐心的看一下他们是怎么砍价还价的啊 这个书最后的成交价是300块 可以先告诉大家 大家看一下他们怎么成交的 也可以掌握一些来鬼式的砍价技巧啊 首先把所有想要的东西归类放在一起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来一裏 你最要的 加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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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钱凯到里面的 加钱一个 这一起 这是鸡蛋筷子 这个鸡蛋筷子 冷藏 我把这都吃了 我把这鸡蛋筷子 好 这鸡蛋筷子 一屁股啊 有一个一屁股 你们的拔崩了 400元差不多吧 多老百 多老百 两万一啊 这么可可不得 这一张我们估计都卖个一百块钱 那个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 一百块 干嘛卖一百一卖一块钱 你家民国有充气的 民国有充气的 两百万 你这位不见 说最少三百块 回信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达成交易了啊 马上筹码付款三百块钱 还可以看到啊 就是一旦简单的交易就能完成了 你去逛一逛啊 就算没什么热火也能涨电池啊 这是刚才视频里面 提到的五十块钱的打火机啊 进给大家看一下 啊 这个打火机是民国的啊 这里还有一些小本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那个文革时期的啊 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本054绝对是最近的 因为我车里有一本一样的 这边是一些刷牌珠子啊什么的 啊 这边又有一个小伙子 在准备买了个字画啊 不过最后没有成交 可能是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 这边有一些保存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字画啊 图书 都是文革时期和民国时期的啊 这种书的话 现在就是假的也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这个不建议大家 供 啊 这边前面还有好多啊 都是很类似的东西嘛 就是这些老东西啊 可能也有人在这些老东西的地方 捡到宝贝啊 就看你有没有那个眼光 有眼光的话 也许就发财了 在这里捡一个原青花 对吧 这里是那个花鸟市场啊 这临时路一个花鸟市场啊 快到那个新春路了 在新春路跟那个护台路中间啊 大概在那个新春路过来 一两公里的地方 这一个花鸟市场啊 啊 今天这个小鬼市就带大家逛完了啊 实际上他还有一段路啊 都差不多的东西就不拍了 后面也没有跟什么老板有很多的交谈啊 啊 拜拜 我是呼飘胖子啊